一对九旬的老夫妻没有来得及逃生不幸双双遇难 其中男性是常州一位著名的画家 现在报道 早上八点记者赶到金桥大厦时 火室已经基本被控制 夜处叶女士告诉记者 起火的屋子是六零四室 早晨五点半 她起床后发现楼走廊里全都是烟 六零四室正在窜出火苗 她急忙上前去拉门 可发现门被反锁 锁住了我们也进不错炉 我们先踏了1194炉头的门 那我们也有办法出来就我们都出来了 六零四室住的十一对老夫妻 南静叶某是常州著名画家 今年九十岁 她的妻子蒋女士也已经八十八岁了 由于火势起得太快 两人都没有来得及逃生 叶某虽然高龄 但仍有早晨作画的习惯 他们怀疑老人是在用吹风机吹干作品时 万关电源导致火灾发生 因为此前也曾有画家或收藏家家里 发生过类似事件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